类金属 在周期表当中呢 类金属可以包括有六到七个元素 有人说二是类金属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非金属性比较高 也有人不把二当作是类金属 在周期表当中呢 这些类金属成阶梯状的排列 最主要出现的有 彭 细者 身体 还有地 好 二的部分老师刚刚提了 有的人呢是不把它当作类金属的 那类金属为什么又称为是类金属呢 因为它的性质就接在金属和非金属之间 如果我们拿周期表来做分类的话 我们会说在周期表的左边 譬如里纳 贾如 色法 皮美 盖斯 贝雷 这些呢元素它是金属性质比较高的 导电啦 传热啦 或者是它的金属反应的部分 是金属性质比较强烈的 周期表的右边尤其是右上方 亥南 雅克 三冬或者是佛律 秀典 这些呢是非金属的性质比较明显的 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颜色不同的 深啊或者是泽等等 这个部分的话呢 它的性质接在非金属和金属之间 所以呢我们都称它叫做类金属 类金属是一个用来分类化学元素的名词 我们可以根据物质的物理性质 跟化学性质的特性 把元素周期表的这些化学元素 大致分类成金属和非金属之两大类 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元素 它的性质接在两者之间 或者是呢只有部分的金属性质 部分的非金属的性质 我们就把它们称为类金属 举例来说 类金属的导电性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这一点呢就跟金属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类金属元素即使是属于不同的族群 而有的在4A 5A 6A 但是呢它们也可能会拥有这个相似的性质 所以又把它当成是另外一群 当含有微量的杂质的时候 这个类金属它的导电性是会增加的 它这个特征就跟金属的导电性 随着温度升高或是含杂质降低的性质呢 刚好是相反的 类金属的用途非常的广泛 也是因为它对温度的影响 还有添加了杂质的成分会影响它的导电性呢 我们常常是把它拿来用在半桃体的材料当中 所以棚啊 细或者是泽 它们这些类金属的元素 已经成为是制造电子元件的重要元素 同学听新闻大概可以听到细晶圆 这个细晶圆可就是一个半导体 非常非常重要的材料呢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